高雄碼頭山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曾經因為掩埋廠開發案 爭議多年 而近期又有光電開發案 找上碼頭山 居民及環團昨天聚集抗議 質疑光電預定地 幾乎都在車刮林活動斷層上 部分還是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並且並不適合開發 高雄市經發局表示 若業者沒取得居民同意 不會核發同意函 超過五十位鄉親 在山路上拉布條 表達不願開發的心聲 曾在二零一八年 成功擋下高雄碼頭山 設置工業野埋廠的居民們 時隔五年多二十三號再次出動 為的是反對業者的 碼頭山信頂一號光電廠開發案 環團強調五十五公頃的光電預定地 幾乎都在車刮林活動斷層上 部分還是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並不適合開發 經發局四月底曾說已否決此案 但居民卻收到消息 業者三十號還要開說明會 高雄碼頭山有豐富的生態及民研地形 當地居民及環團都希望能推動畫設 國家自然公園 呼籲市府別讓業者進駐開發 強調同樣重視生態 經發局承諾若業者與當地居民 溝通後仍無法取得居民認同 將不會核發主管機關同意函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 公司 吳